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谢谢主席 研究学术 造就人才 又其相邦 震导社会 反方一辨 重庆大学 傅楚平 反方二辨 重庆大学 廖原直 反方三辨 重庆大学 杨玉琪 反方四辨 重庆大学 汤宇仲 我请代表反方 重庆大学辩论队问候对方辩友集 在认识了双方变手之后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彭飞宇先生 欢迎您 刘晶晶先生 欢迎您 刘洋先生 欢迎您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总时长及自由辩论时间剩余30秒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用尽时 将听到两声铃响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初赛F组第二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词一环节 有请正方一辨 请 谢谢主席 温后站各位 痛彻心扉的感情 其实指的是一段极度痛苦 心交利税的情感经历 而一个人之所以会觉得 痛彻心扉必然是因为他所在乎的美好 历经了无情的幻灭 人作为善于自我合理化的动物 应对痛彻心扉的感情 我们先天容易地认为 要么错在于我 要么错在于他 也因此会发展出自我的悔恨 又或是对他人的不甘 这两种负面的情绪 而铭记与淡忘 则是面对一段幻灭的感情的时候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选择铭记其实就意味着 我们将自己带入到 过去的痛苦的回忆当中 透过对整件发生的事情 进行复盘 感受当中的哀痛与忧伤 让痛苦的情绪 主导我们的人生 然而选择淡忘 则意味着我们将自己 抽离出痛苦的回忆 断 舍 离 不让负面的情绪 继续影响我们的一生 无方觉得我们应该 淡忘 通色 心扉的感情 切断它对我们的影响 理由有二 第一点 淡忘 通色 心扉的感情 才能让我们脱离自我的悔恨 让我们重新出发 带入到一段 通色 心扉的感情 会让我们深陷 自责以悔恨 如果不是当时我开车 那么不小心 那么副驾坐的女友 就不会命上皇权 如果不是我工作那么忙碌 那我恐怕也不会 失去看见父母的最后一面 因此铭记通色 心扉的感情 更多时候把我们带入到 悔恨的情绪当中 而这一种自我的怪罪 会让我们开始厌恶自己 甚至否定自己的价值 在电影《海边的曼斯切特》当中 男主因为自己的不慎 让自己的小孩 葬身于火海当中 他铭记了这份痛苦 选择悔恨自己 怪罪于自己 并把厌恶的情绪 发泄到了生命当中的人事物当中 他的一生不再温暖存粮 他的一生也开始 蒙上了灰色悔恨的阴影 所以我们看到 诸如此类的创伤后遗症 在现实当中 其实比比皆是 反之 唯有淡忘通色心扉的感情 才能让我们抽离 自我悔恨的情绪 进而肯定自己 认知心理学 所教导我们的 其实就是要我们学会 断舍离 首先理解 错不在于我们自己 再把回忆 以创伤一并打包丢掉 进而让自己抽离出 负面的回忆 展开一段新的生活 由此可见 唯有淡忘通色心扉的感情 我们才不会 步入自我悔恨的漩涡当中 找到重新出发的勇气 第二点 淡忘通色心扉的感情 才能让我们 从不甘当中 解放出来 变得豁达 带入到一段通色心扉的感情 会让我们生活在 不甘的情绪当中 好比说 一个男生明明对自己的爱人 已经亲其所有 付出所有 结果女方还是背叛了他 他肯定会觉得不甘心 认为全女友对他不公平 长期活在这种不甘的情绪当中 会让一个人变得偏执 行为上 见走偏锋 酿旧破硫酸 又或者是情杀案等类似的悲剧 也因此 唯有淡忘通色心扉的感情 我们才能够 让自己抽离出负面的情绪 让自己见离不甘感 接受人生的无常 变得豁达 各位 我们从来不怕 人生当中没有磨难 因为毕竟 长的是磨难 短的是人生 但是要沉浸与否 却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的 无妨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断舍离 不被过去的负面情绪所捆绑 不让自己的悔恨 已不甘 被把自己给吞噬 因为人不应该活在过去 而是应该活在当下和未来 以上谢谢大家 感谢正方一辩 有请反方四辩 对正方一辩 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 好 对方美容你好 你的理论的第一点告诉我 说 今天淡忘一定比明记 更有利于走出痛苦是吗 不对 我们说是你 如果你选择淡忘 痛色心扉的感情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地 陷入到悔恨当中 就你方觉得悔恨 你方举出的那些例子 都是因为他选择了明记 所以遭招式的后果对吧 可以说是他选择带入了感情 好的 对方美容 我选择淡忘 在最后我发现我连淡忘都做不到 这种挫败感 是不是一种增加的伤害 但是你淡忘的方式不对 对 明记也有可能明记的不对 所以我们是双方 建立在都对的基础上去讨论 我方淡忘得到 您方也明记得到的基础上 对方美容我方先看 您方说不对的这个部分 所以您方也看到 它有可能增加变成二次伤害 那您方讲的那些极端的例子 到底是我淡忘而不得的二次伤害 所导致的呢 还是因为我明记不当导致的呢 对方同学 你明记一段痛涉性非的感情 使者把自己带入到 很极度背的情绪当中 你这就必然导致二度伤害 没有负面的原因 对方美容 我方讲的是 这两者都有可能导致 您方的极度伤害 您方是怎么划分的 我方不明白 只有明记才会导致 所谓的二度伤害 跟极度负面的情绪 对方美容 挫败感就是伤上加伤 这个点我觉得打得很清楚 淡忘可以带来正面情绪是吗 负面的手法不讨论 可是如果它的本质 比如说痛涉性非的本质 就是负面的 那我们就应该去讨论 对方美容 本质的定义 待会儿我们再说 但我们至少发现了 您方没有划分 所以请您回答一下 划分什么 请您回答一下我刚才的问题 今天我明记 是不是一定没有办法走出伤害 在您方看来 是 你越明记 就是越带入 到那个当时的氛围当中 对方美容 我方有一个针对农村 就是那个失去父母的 就失去父母的人 他走出伤痛的研究 指出丧葬活动 就是这种丧葬的祭祀活动 把我原先的祭奠方式 换成新的方式 更有利于他走出伤害 这是不是一种 缓解痛苦的方法 是换成淡忘的方式吗 您方这个例子 没有讲得太清楚 我方的例子很明确了 定期的丧葬活动 这些在您方看来 也属于淡忘吗 对 丧葬的那一刻 你就陷入了 带入了当时的感情 你之所以现在过得好 是因为你在不丧葬的时候 你选择抽离当时的悲愤情绪 对 方便 我方告诉你的事情 就是这种定期的纪念活动 包括我就比如说 我失恋了痛苦 我写回忆录 类似这些 换成其他的方式 也可以有助于它的环节 换成什么方式 您方也要跟我们 我方刚才举证了两个 丧葬和回忆录 那我这样问你好了 杨将有一本书 叫《我们仨》 讲的是他逝去的丈夫 和他的女儿的故事 在你方看来 这本回忆录就是 他越发悔恨 您方负面的体现吗 对方同学 您方该不会是想说 只要我一次性的回忆过一件事情 这就叫冥记吧 所有方听懂了 对方只是定义 冥记一定是停留在伤害当中承受 淡忘才可以走出 至于两者的正负 都没有讨论 您方有一个认知心理学的例子 告诉我自我悔恨的回忆和创伤 不应该回忆 您方知道 不单是您方上一场比赛的行为主义 连现在的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学派 也主张在回忆当中 让他接纳之前所有的过往 那一刻的响起 是服务于后来我要忘记的目的 如果你是觉得要铭记伤痛 那你干嘛要用认知心理学 来大忘伤痛呢 对方便有打断您一下 我方讲的人本主义 跟您方的认知的 就是最大的差别 就在于它是不否认 你之前伤痛的错误 它只是告诉你 这些东西 你都有能力可以承受 通过让你能够承受和接纳来接纳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心理学疗法 这是不是铭记 我不清楚 但是倘若您方觉得这是铭记 那往后你是要忘记呢 还是一直记得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组问题 你方最后一点告诉我 叫不甘心 不甘心是不是希望有所得 对 我有预计 好的 我收获了一段值得铭记的感情 是不是所得 收获了一段值得铭记的感情 是不是所得 是所得 对 所以我们更应该告诉大家 这段感情值得铭记 才能更好地解除掉 我失恋的不甘心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感谢双方便手 在本龙环节结束之后 正方时间所剩13分33秒 反方时间所剩14分28秒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进行陈词一环节 谢谢 请 谢谢主席 各位好 痛彻心扉及痛苦摧毁了心扉 是人在进行感情付出后 因世界的无限性 与个人的有限性落差 其求不得的结果 超过了人的心理预期 因而产生沉重而深刻的情感体验 可以产生于亲情 爱情 友情 家国情等诸多方面 淡忘就是主动减少甚至断绝 与那感情事件的联系 不看 不念 不想 铭记则是主动增加同那段感情事件的联系 尝试建立新的连结 如回忆录 祭祀 仪式等等 判断选择淡忘还是铭记 即是判断何种选择 对于我们的人生更有价值 我方认为是后者 别犹如下 第一 铭记更能认识痛彻心扉的感情本身 从而更好地将其安放 痛彻心扉的感情是一个复杂的照面 与生活的关联千丝万缕 淡忘是主观上想要切断 与痛苦感情本源的联系 可感情又哪有由头可循 正所谓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什么样的情景会触紧生情 什么样的细节 会与痛苦发生同频共振 不得而知 读书颇得消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 我不知道还有哪些频繁小事 确证我们曾经相爱 然而某时某刻 一个曾经未曾探求的连结 都有可能成为痛彻心扉的所影 带来再度的伤害 铭记是用新的连结 让人认识到旧连结已然逝去的现实 让人全方位地接纳悲痛 寻求安放痛苦的方法 正如湖南教育科学院 对丧葬有心理治疗价值的研究指出 通过供奉仪项 以及参加各种祭祀活动 能够帮助丧亡者维持与逝者的感情联系 从而让悲痛的感情有疏导的方法 让生者重拾生活的自信 第二 铭记痛彻心扉的感情 赋予这段感情与意义 为痛苦增添了收获的属性 痛彻心扉的感情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带来对人心理的打击 而另一方面 其沉重而深刻的情感体验 也是人加深人生厚度 获得生命成长的机遇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经历了人生的苦淡与折磨 泰戈尔悟出的道理是 世界已痛闻我 叫我回报已歌 对痛涉心扉感情的铭记 让人的情感体验不只有高峰 也还存在低谷 正如肉体的存续 有赖于心电图的上下波动 灵魂的所在 也离不开撤心扉感情的定位 与证明 第三 铭记痛彻心扉的感情 为群体的团结 提供了新的契机 世界无限 人生无常 个人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 我们因而需要群体 需要团结的力量 铭记痛彻心扉的感情 传递共同的情感体验 在想象的共同体下 人与人团结一致 砥砺前行 从清明祭祖对亲属的团结 到铭记南京大屠杀等民族伤痛 对一个民族的团结 再到铭记灾难战争等天灾人祸 对全人类的团结 共情的程度决定了群体的有无 铭记的与否决定了团结的高度 综上 谢谢大家 感谢反方一辩 有请正方四辩 对反方一辩 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 你好 你说今天 铭记就是建立新的链接 对吧 因为原先的那个链接已经断裂了 所以我要通过新的链接来铭记它 好 一步一步来 今天如果我新的链接是把它套上 今天这件事情 是我不应该再在乎的过往的这种链接 它还是铭记吗 为什么不是 我方举了上葬祭祀的例子 通过新的介绍方式来怀念亲人 这为什么不是 好 所以今天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新的链接 就是我应该忘记它也是铭记 有一点矛盾 铭记不是忘记 来 再来您方第一个论点 告诉我我要认识伤痛本身 我才可以安放它 对吧 是认识了伤痛本身之后 你知道痛的过程不是白痛的 你要有所成长 对 所以重点是你要把它安放下来 对吧 有处安放好过无处好几两个 我想请问你安放的概念 就是我把它放在那里 我继续前行 对不对 不对 新的方 淡忘是要斩断与它所有的联系 而下下是铭记 你要找到一个 你心理承受之内最安全的安放方式 不不不 淡忘也有不一样的方式 反而你安放 就是我要淡忘它 我才会安放 如果你要铭记它 你应该是带着它跑吧 错了 你方一遍说的淡忘是要斩断联系 对啊 我方承认是斩断联系 安放就是斩断联系的一种做法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铭记 你应该带着它跑 没关系 这种语境上的理解 您方可以再解释 第二点 你告诉我今天 铭记痛苦才可以增加机遇 对吧 不是 不完全是 我方说的是 你铭记那个痛苦 能够让你的痛苦 不是白白的痛苦 你未来可能还会从中收获出意义 对 你的收获是不是可以增加你的机遇 你刚刚的说法 你可以这么理解 好我想请问你 今天我被一个渣男伤害了 我对男生有戒心 我就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对男生有戒心 我逐渐的防备那些人 是不是逐渐减低我 遇到好男人的机遇 你不要看我的身份 你听我的内容 我 打住一下 我方告诉你的意思是 你对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情 即便是你一方所举的渣男的例子 你真的 因为痛彻心扉 到了无处排解的时候 那种情况下 才是阻碍你 从痛苦中走不出来的情况 你方要找到一个感情可以安放之处 对 对方没有今天你的安放 跟遇到更好的记忆 要从淡忘开始 没关系 我方再解释 最后一点你告诉我 今天铭记痛 可以让我们更团结 对吧 对于国家民族 乃至群体的形成而言 伤痛的记忆 是共同的烙印 我想请问你今天痛 有没有可能来自于背叛 呃 您方可以举一个实例 我们再看讨论 比如说今天我很信任他 结果等一下他上场乱讲话 背叛了我 所以我感觉很痛 有没有这种可能 对方没有 仇恨这件事情 或者说伤痛这件事情 不是更属于铭记 但忘 我方四边讲了 忘而忘不掉 这种无能也可能导致你更加悲痛 更加仇恨 对方不要带我去游华园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直接回答我 背叛 可以不会让我感到痛 对方没有 背叛是一种痛 但是我方四边举了例子 您方回答一下 淡忘会不会也导致痛的结果 好 所以今天背叛也是一种痛 而这种痛 不会使得我们更团结 因为我们会感受到背叛而不信任 所以对方第三个论点也不成立 谢谢各位 谢谢 感谢双方辩首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2分03秒 反方时间所剩11分12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是陈子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变 请 谢谢 对方首先攻击我 反正说 如果你忘想要淡忘 但忘不掉 那不是很痛苦吗 可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应该是建议在双方都做得到的前提 你有你明记得到 我淡忘得到 才做到进行讨论吗 如果你告诉我 你读书你想要考好成绩 你没有读书呢 你可以跑去玩游戏呢 玩游戏根本就跟读书无关嘛 你要在那东西做得到的前提以下 才讨论它的好跟坏 才是我们今天的比较基准 往下我们看一看 其实我们讨论的明记跟淡忘 是怎样的状况 我方告诉大家 淡忘本身是要告诉你是要 要抽离当当光的状况 你要抽离掉怎样子 你忘掉当时候的身份 你忘掉当时候的场景 你忘掉当时候你的那种身受 所以你医治你会有一种见离感 而明记是什么意思 明记就是你要带入这样的场景 因此你会记得当时候的痛 你会感头伸手 你回想过去的时候 你可能会痛哭流泪 再是明记跟淡忘的方式 所以我们说 我们是把伤 把痛 安放在过去 自己走开 向前走 所以林芳生在说 那安放是我方告诉大家 我方才是安放的方式 回头来看看林芳的点 林芳想告诉大家是什么 林芳想谈来谈去 无非就是像是什么种族大屠杀 或是像是亲人世事 可是你不敢谈爱情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爱情当中 林芳也知道 要把过去的事情 把它抛出在脑后 你才能真正认真地 对待你下一段的恋情 你是有办法对你下一段的人 全心全力地付出 所以爱情上面这样子 我当当你是默认了 而我们再看看 上理上面的状况 林芳说有上理 可是上理 这件事情到底是淡忘还是明记 我方认为更倾向于淡忘 上理本身就告诉你 逝者已经死了 你不要再在过去的状况 来受到困扰你现在的生活 因此这个仪式本身是告诉你 现在这个结束了 你要重新开始 所以就好像在爱情里面 我们也是有一些仪式 我们失恋的时候 我们会删掉联系 我们会撕掉照片 这些都是一些仪式感 告诉你这些已经过去 所以单单告诉我们有仪式 不代表叫做明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换上仪式本身 我们有淡忘跟明记的过程 我方希望看到的是 就算是你每年可能会去击败 但可能你第一年的时候是痛哭流泪 但慢慢过后 你需要走出来 那有其他事情值得你去在乎的 所以第二年第三年 可能不会那么痛哭流泪的 你的情绪比较能安定的 这是我方所希望看到的状况 而您方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不断地 深陷在当时候的那个悲痛 对他本身有什么好处 是您方想要 必须要给我们认证的 再来看看您方说 种族团结的问题 您方可以提出南京大屠杀 那我方提出马来西亚513种族暴动 513种族暴动是什么样子 种族跟种族屠杀的状况 我们不断地明这个历史 那我们怎样指 继续跟其他种族 互相的协调 互相的相处 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单单纯纯 所以要用这种团结来论证的话 有时候团结 有时候不团结 你方是论证不得立场的 谢谢 感谢正方二变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 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 好的 谢谢主席 先跟您确认 今天我通过一个固定的活动 反复地提醒我自己 我有过这段过往 这是铭记还是淡忘 今天讨论的是铭记痛涉心扉的感情 所以单单纯事件 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事件与感情结合才是 打断一下对方没有 你逃避了我的问题 今天我只想确认 我通过一个固定的活动 通过一种固定的方式 反复地提醒我自己 有过这样一段过去和感情 是铭记还是淡忘 直接回答 不一定 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 打断一下 今天很清楚了 我有通过一个固定的活动 我把它铭刻在我的心上 反复提醒我自己 我经历过这样一段事情 绝对是铭记 如果你要淡忘 你要远离它 我来请教您第二个问题 您第二个论点说 今天铭记一定会导致 极端情绪 会导致仇恨 汶川大地震中 有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双亲 他每年都去祭拜 他导致了什么仇恨 我方这是要反驳你 不一定会更团结 所以只要是 不一定成一方论点 就不沉溺了 你听清楚我的问题 你说铭记 会导致极端情绪和仇恨 汶川大地震中 我失去双亲 每年扫目 导致了什么仇恨 汶川大地震中 你如果是铭记的状况以下 你不断地回想当时候的地震 以至于你深陷 那个负面情绪的话 或许会你不甘 为什么命运这样玩弄我 你会怨天尤人 这我方不希望陷入负面情绪的状况 听懂了 您方的意思是有可能 那我再请教您 更容易更倾向您 今天全世界人民 共同地纪念反法西斯 胜利纪念日 今天波兰树立犹太人屠杀纪念碑 这些每一桩每一件 让我们铭记痛彻心非历史事件 是不是都造成了极端情绪仇视情绪 当作历史事件来铭记 和当作痛色心非的感情来铭记 是两回事情 如果你当作这个情绪的状况的话 很可能就是国族情绪过于高昂 至今为止就办法原谅德国人 您能确认一下 您的意思是 今天事件和感情可以分别铭记 事件和感情可以相分离 对吧 不是相分离 而是您方要举的例子是 感情跟事件都有 才属于你们铭记的范畴 好的 那请教您一下 今天我们在国家公祭一日的时候 面对南京大杜杀死男的同胞 我们都潸然泪下 我们都默哀 我们降半期 这个过程中 我是因为情绪而掉眼泪 还是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我掉眼泪 这个您方提的是 别人家的感情 好像跟我们不是太 就是自己本身的感情 可以了 可以了 所以今天我铭记一件事件 我一定是通过 我与他有同样的感情共鸣才铭记的 来 我再请教您 今天您刚才聊背叛嘛 对不对 我今天被背叛过 我方四变也被背叛过 所以我们相互取暖 抱头痛哭 是不是增加了我们之间的连结 但是你们可以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啊 不需要一定要每天抱头痛哭 对啊 我们没有错 今天我们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说 今天背叛是如此伤痛啊 我们都要以后不要背叛别人 避免这个事情发生 我们共同连结 所以我方第三个论点 所以我方第三个论点成立 感谢您 好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之后 正方时间所剩9分19秒 反方时间所剩9分06秒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进行陈词二环节 请 谢谢主席 我后再讲各位 其实我们可以谈得很清楚 我们发现通过一种固定的方式 来记起这样的事情 反复地提醒我自己就是铭记 对方唯一指出的是 你可能不是次次都记 那我方告诉你 我方通过记墓 我方通过记事扫墓的方式 我每年都是 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铭记 那好 你方退了一步 你方告诉我的是 可是你铭记这样的时候 只是记到了事件 没有记感情 当然不要 这是扯淡的 其实我们发现 我们不管是降国旗之哀 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感情在流眼泪 再比如我们在寂寞的时候 我们去给亲人诉说我们忠诚 就算他们在地下 就算我们不知道 他们现在的灵魂飘在哪 可是我们会跟他说 其实我们是寄托自己情感 所以说我们在寄托自己情感的时候 本身就将这件事情变得有意义 好 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 对方表今天提供的论证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方表今天告诉我们说 要抽离自己 要脱离这个悔恨 可是对方表你方没有发现 我方从来没有否认 你方淡旺可以有作用 可问题是 你方在淡旺可以抽离 具体的这一次的连接 你方可以删掉你女朋友的微信 你方可以删掉女朋友的QQ 你方可以删掉女朋友的Facebook 可是你走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你和女朋友 还一起吃过这家斗质店 原来你和女朋友 还做过这个运动 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抽离现实现状的情境 可是你未来会遇到 什么样的新的连接 你不知道 这个时候痛彻心扉的事情 又再次发生 你的以前淡旺所做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这就是你方淡旺 无法根除这个痛苦 而我方明记可以干什么 我方明记一直说的是 建立一种新的连接 这种新的连接 不仅仅是说在否定以前 我方说的新的连接是什么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打包 安存起来 放到我心里面的某一处 然后我拿着这个某一处 我和它继续前行 当我要和它进行对话的时候 我拿着这个连接 让它和我的情感发生共鸣 这就是建议的新的连接 就是每年我们要进行扫墓的时候 这种连接发生的明记的作用 好 这个本质性的伤害 我方比出来了 再进入第二个 临方也看到了 我们会有不甘心 我们想做一些事情 对 没有问题 为什么会有不甘心 不甘心就是在于 我想忘掉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忘不掉 这个时候你方发现了吗 你方但忘忘不掉 就带来你方痛苦第一层 我方要告诉你方的是什么 你方要放下这样的不甘心 你方要告诉自己 至少我在这段感情当中 收获到了体验 至少我真心地付出过 我不至于全盘接书 给自己一个交代 谢谢段妹 感谢反方二辩 下面有请正方三辩 对反方二辩 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 段妹你好 想请问你 我方论证 淡乱痛测心扉的感情 需不需要论证 我们会决然地失忆 决然地失忆 去回避它 尽可能地回避它 段落它也是 你方需要论证的 但是不是 可是我们人应该 不大可能会失忆 就是尽可能地去回避它 不去想不去念 不管不顾 那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对这段感情 我还记得我的前友是谁 但我对他已经没有那种 那时候非常痛的感觉了 可不可以 您方是说 就是我回想起 我们分手的那一刻 但是我现在 我现在也不会觉得说 特别的难受 可不可以是淡忘的一种 您方忘了它可以 只有忘了它 让了这个人的存在 才可以是吧 您方把这样痛彻的心扉 的感情已经抛离了 就是不痛了 没有任何恋想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事件本身可以记得 但我们重点是什么 感情这个东西 就是讲我的感受 好 没有问题 第二步我进一步问你 我想请问你 今天我们所谓的记住感情 是不是我们要复习场景之后 我带入到原本那个状态 我感同身受才叫冥记 对吧 不是 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链接 都打包鞍存好 都打包鞍存好 都记得 好 那我问你 如果我打包鞍存好 放在脑后 不再给它看见 那是淡忘呢 还是铭记 就是我把它打包鞍存好 放在我的心房当中 我和它一起前进 当然是铭记 就铭方的那个抽离 铭方的淡忘是把它 打包鞍存好 丢出去 打包鞍放 可是我看到它也不会激起 任何的涟漪 也叫做铭记吗 不会激起任何 就是不会有任何的感情 对 不会有涟漪 那当然就是淡忘的一种 好 所以打包鞍放 也是我方的 只是面对这个感情之后 那个感觉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双方的共识 来 我最后一点问你 刚刚你的三变跟你的四变 似乎要在一起 就有这个打算 请问你 你会建议他们 要放下彼此的前任 还是带着前任的伤痛 前任的背叛往前走呢 我方说的是 共同的情感的经历 更有利于我们进行团结 可是我方二边也有讲 比如说今天我们种族当中 就会有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 我在想请问你 既得历史事件 我太过带入 会不会容易民族主义高涨 不会 我觉得有分歧 没有关系 谢谢 感谢双方便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之后 正方时间所剩7分49秒 反方时间所剩6分41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遍 请 好的 谢谢主席 今天如果我们只看片面的话 就让对方便手觉得 今天我们明记同仁欣非的感情 就一定是深陷其中 就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 就像我明明有一个 长跑了五年的男朋友 对方便手却硬要把我跟我方四边 拉狼配一样 所以说对方便手今天在定义上面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对方便手今天说我们明记一个世界 我们尽量建立多的联系 我可能通过纪念日 可能通过写日记 为他出本书 尽量多的让他在我的生活中反复的出现 而这样在您方看来 还叫做我要淡忘这件事情 不好意思听起来有点像受虐倾向 不是淡忘 他反复的在你的生活中出现 你输一次比赛 你通过复盘他 你通过记录他 你通过给队员讲授他 来进行这个东西 他绝对不是淡忘 而是让他反复的铭记 那么接下来 对方便有逻辑上面出现了两个问题 他首先说 今天铭记一定会导致极端的情绪 可是我铭记我的父母去世了 我铭记今天国家的南京大屠杀 我铭记今天我的双亲 于某次灾难中意外离世 这些东西到底导致了我的什么极端情绪呢 似乎是没有的 所以您方今天只是凭猜测 从来没有正面的论述过 这个逻辑没有我方已经给您指明白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 对方便有今天一直讲说 它会导致你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对方便有指责我说 我方对他的指责来自于想忘不能忘 不对方便有 我方是让你仔细看一下 今天你说我输了一场比赛 我要淡忘他 可是你回去了 你的教练会问你 你为什么输了那场比赛 你的队员会问你 同学我们要不要复盘一下 那朋友会问你 输了那场比赛你没关系吧 他在你不知道这份感情 与你的生活有多少处连接点 你只看到了现在的连接点 你说我现在就要忘了它 我什么都不看了 可是你怎么知道 接下来哪一分哪一秒 你会被别人反复的提起呢 那在提起那一下 你痛不痛呢 那这个痛是不是二次伤害呢 所以今天您方觉得 只有明记会带来痛是不对的 今天淡忘本身也可能带来痛 就是因为情不知所起 一往情深 你不知道这份感情 跟你的生活到底有多少处连接点 而只有你正视着你这段感情 你真正地分析它 你才可能说 我今天我也作为辩手 都输过一场痛彻心扉的比赛 我在北京输过 我正视了它 所以今天跟队友提起来的时候 我可以说我们复盘它 我们想想当时为什么错 今天跟我一起输比赛的队友 就在我身边 我可以跟他说 今天我们一起要上场赢一场比赛 而不是因为输了一场比赛 七七惨惨惨惨惨 所以您方觉得 今天您方觉得 痛苦一定不能承受 一定不能从里面 学习到经验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亲事 如果苦痛一定不能被承担 一定不能从中分析去统结经验 一定不能学习 那就不会有无数伟人 从苦痛中成长的势力 不是吗 所以今天我收一场痛彻心扉的比赛 我从那一刻走出来了 我永远铭记着 我跟这个学长一起输比赛的痛苦 但是今天我站在这里告诉你 所有的过往皆是序章 感谢各位 感谢反方辩手 有请正方三辩 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请 好的 谢谢主题大家好 回忆一下我刚刚的盘红环节 其实对方部也赞同说 所谓的安放 所谓的我放置在一个部分当中 一个定位 不等同于是一个铭记的过程 因为重点是什么 是我看回这段回忆 我安放的包裹之后 我对它会被激起涟漪 换而言之 我们今天双方讨论的主体是什么 主体是感情 不是事件 我可以记得我前友是谁 他家的号码 可能不记得号码 但是我记得是谁 不至于失忆 失忆不是我们要讨论的 但是我对它已经毫无联谊 而毫无联谊 源自于哪里 我不再带入 感情这个东西很妙 跟事件不一样 不是你客观复习就可以的 我们要记得一个感情是怎么样 是我要记录那个场景 那个细节 那个细节 跟那个情绪紧绑在一起 我仿佛身临其境之后 我会感触到 我当时候所有的情绪 凌方讲输比赛 凌方可以看得很坦然 但我问你 如果当时对方是下戏 要让你输比赛呢 当时候如果你可以记得 这个细节 你可以记得说它如何的不公平 那种不公平感 就会油然而生 最后方告诉各位是什么 今天你带入到 那个具体的细节 跟回忆当中 你就很容易 进入那段感情 而且你会从 对不起 进入那个事件 并且从那个事件当中 提起出你当时的心理状态 你就会忘不掉 从中我们发现说 其实我方认为说 凌方所谓带来的成长 价值或意义 在一个带入到自己 到痛苦回忆当中的人 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人 他深陷情绪当中 他其实已经不由自主了 我们什么时候 真正能够发现 教训跟回忆呢 比如说我们刚失恋的时候 我们总是认为怨天忧人 但什么时候 我们发现成长的价值 恰好是在淡忘之后 若干年之后 我发现其实蛮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情绪抽离了 那国家层面 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也是嘛 我们说南京大屠杀 还是抗日战争 我们最忌讳的是什么 忌讳的是 我们带入那个仔细的细节 我们想起日本人 当时的日本 如何残杀我们中华民族的同胞 我们会感到很心疼 但是我们很害怕是什么 一旦带入之后 我们可能会变成民族情绪高涨 而是去失控的行为 它不必然 但很容易 所以因此是我方 根本反对所谓 带入的这种成效 因为它就在于 它的不可扣 所以发现了没有 其实所谓对方的 教训跟代价 我方认为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 好好地主导它 你没有抽离出来 你是看不到客观的意义的 因为客观的意义 价值 不可以有情绪的主导 一旦有情绪 你就看不到全面 你得出的结论 就有可能是偏颇 会有偏差 再进一步讲 其实我们今天 谈了太多历史的事件 我们谈了感情这件事情 感情这件事情 你老实讲 看两件事情 第一看脸 第二看缘分 感情哪里有一模一样的事情 每一个人你遇见的 都是不一样的烟火 我跟我前任女朋友 可能是因为 我太黏小鸟一人 太多分手的 但我下一任女朋友 可能就希望我 小鸟一人 每一段感情都是不一样的 教训跟经验的时候 我方在这里呼吁大家是什么 不要抱着过去 你自己得出的成见 去过你下一段的人生 真正好的活法是什么 在感情方面当中 没有对错 就要把每一次的恋情 当作初恋来对待 才是增长最好的恋爱方式 谢谢 感谢双方辩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之后 正方时间所剩4分50秒 反方时间所剩3分49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 有请正方先发言 对方同学你好 问一道人身题 曾经在痛苦当中 怎么看到世界的美好呢 所以对方朋友先确定一下 您方觉得铭记 必然是走不出痛苦 淡忘必然是能走出痛苦 除了定义之外 有任何理由吗 今天我们回到日常生活 我们要带入一个情感 我们叫细想 细想了之后 就会延伸情绪的这种联谊 所以必然就会往里走 而大方是往外走 这是基本常识吧 我往里面走 收获经验和情绪 为什么会一定推导到 您方极端的情况 论证一下 因为今天你收获的情绪 你收获的教训 是富有情绪的作用 而我方认为 情绪不可控 所以很容易插枪走火 这是我方认为 您方很容易走向极端的推论 错了 我方告诉您的是 痛苦或仇恨的感情 今天可能是由于 你在铭记与淡忘中 犹豫不决 也有可能是因为 你想忘忘不掉 再问一遍 您方今天除了把铭记感情 偷换成铭记仇恨 这种做定义的方式 还有别的论证方法吗 有一段痛涉心非感情里面 往往就带有 您方所说的仇恨跟悔恨 所以您方告诉我 如果你要铭记那段感情 为什么你可以 把那个仇恨 把它抛开呢 好的 所以您方的论证是 铭记有可能导致 然后您方直接说 一定等同于走出 您方的论证是 您方的论证是 淡忘做不到 所以才会有二次的伤害 可是我方论证是 铭记 你放任感情 侵蚀你的生活当中 你就会有这种结果 两者的区别 您方看到了吗 对方朋友我澄清一下 我方没有质疑 您方淡忘任何一个连结做不到 而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跟这段感情 到底都有多少连结 所以你淡忘的每一件 就算都能做到 还是有可能受伤 回答一下 二次伤害 为什么一定不可能 除了定义之外 还有其他理由吗 不不不 如果我真的做得到淡忘 我遇到以前跟女友的 那些连结 我就不会有痛感 我也不会有负面情绪 所以我是做得到 走出伤痛的 不要用连结 就企图栽赞我方 好 所以您也发现了 今天您想要淡忘 可是只要遇到了一个 跟之前有关系的点 您方就会出现二次伤害 您方除了定义 没有任何的回绝方式 那我请教您第二个问题 铭记会产生极端情绪 我们铭记 南京大屠杀极端情绪是 不我方说的是 如果我真的淡忘 我前任女友的感情 我来到了那间咖啡厅 我一点都不会痛 您方觉得 我来到这间咖啡厅 还会痛 那是因为我还在乎它 这是淡忘不了 带来的结果 而不是淡忘得了 带来的结果 您方要搞清楚 我方的立场 所以您方今天选择大家 应该淡忘之后 所有的负面结果 您方今天都不打算承担 所有风险您方都不考虑 那继续请教您 按您方的说法 它既然铭记这么不好 为什么我们每年 汶川大地震的纪念日的时候 我们要默哀呢 所以我们是铭记什么 铭记事件 但感情尽量不要抽离 您方会不会赞同 我们民族情绪要过度高涨呢 对方没有 过度高涨的情况 是要好理性 来规避怎么引导 但它存在是必要的 您方今天说 事和情分离 那您方没有回答我方的问题 为什么要默哀 对方没有回答得好 我们需要用理性 来控制民族情绪高涨 可是您方是要 带入那一个情感当中 你怎么确保 你一定能够控制 所以事和情不能分离 您方没办法完成论证吗 那再请教您 铭记一定是坏的 杨将为什么 通过写书的方式 铭记与他过世亲人的感情 铭记不一定是坏的 铭记负面的情绪 比如说 这个痛彻心扉的感情 它就是坏的 比如说您方说 汶川大地震的地址 得的例子 很多人回想的时候 是感受到剧烈的摇晃之后 他就会开始怕躲 在坐纸下面哭 这也是一种铭记 您方告诉我 带入到这个感情 有什么好处 不用做定义 不会当然的倒突一方 回答这些问题 你方说是忌事不忌情 为什么要默哀 问您三遍了 对方朋友 我们这样子比较吧 我们所谓的淡忘 就越来越抽离 铭记是越来越深入 请问你 你要理性的控制这段感情 究竟是站在一个 比较相对第三方的视角 还是带入到那个 第一人称比较容易 对方朋友 我纪念日 类似我回录这种方式 为什么不能理性的控制 所以默哀的问题 问了您三遍 您方都没有回答 是不是证明 今天我对于问川大帝 就类似这种经验教训 我的感情一直铭记 对我也有价值 来 事不过三遍 我跟你回答一下 默哀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劝你的是 默哀完了之后 我们要忘记 朋友 我们走吧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要告诉他要走 因为我不要默哀到太久 因为他会陷入负面情绪 所以今天我们告诉你的是 那个情绪是一个度 今天默哀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一年只做一次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不能往您方走 我们要走过来这里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别吧 那为什么每年都要有一次 对方朋友 每年都要有一次 就是我们要记得这个事件 但不代表我要代入 回应您方所回应的例子 老实讲 大家记不记得 有一个人叫房思琪 也是写了一段自己 痛测心非感情出现的问题 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失控 结果自杀了 所以您方发现了没有 你明记跟代入很容易陷入那种情绪 我不是说必然 但容易的时候就有侵蚀性 有侵蚀性 为什么您方有允许 对啊 没有 我方已经说了 两者都可能导致 你通过您方的例子不能导致 它到底是通过哪一者所造成的 所以每年都一次 且每一次都默哀 是为了抛离感情 我们告诉你了 默哀可以是 你要出现淡忘的一种仪式 你没有告诉我 它必然是冥记 所以在这一段状况里面 我们已经告诉您 在冥记过后 有这么多的风险 您方告诉我 必然冥记的理由是什么 每年都冥记 我这一辈子每年参与 每年默哀 每年掉眼泪 这叫淡忘 大家听得很清楚了 那请教您 冥记是坏的 洋将为什么写我们三 冥记 他跟逝去亲人的感情 如果更应该冥记 那您方的立场 是不是想告诉我们 我们要天天都默哀呢 不会是这个样子吧 对 所以我方的立场 不是天天都默哀 而是我们需要默哀 这就是我们铭记 痛彻心非感情的方式嘛 所以我方就前面就讲 我方不是失忆嘛 您方说 我方记得 一年记一次都行 那我方不是完全忘掉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您方推有极端啊 对 您方不是失忆 但您方只要论证 您方要尽量避免去默哀 去掉眼泪 所以我一年只默哀一次 不是尽量避免掉眼泪嘛 对 所以您方发现 我换了这种铭记的方式 也可以更好地 让我应对这个情绪 这个点我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最后来解决一下 您方今天讲 解决不甘心情绪的这个问题 我今天已经 得不到这个感情了 我还要说 这段感情对我来说 不值得铭记 它没有意义 会不会让我更不甘心 不会 因为我看开了 一点都不会不甘心 反而是 你不断地在这个情绪中 打滚才会不甘心 来 你谈到不甘心 我从这种不愉快 不甘心的情绪抽离 是不是可以让我更好地 面对我所爱的人 对啊 没有 我确认我自己 输得一无所有 和我告诉自己 我至少得到了一份 值得铭记的感情 到底哪个更让我不甘心 一个是 陷入在负面情绪当中 一个是 从第三者来看 哪一个更容易 吸取教训 找到教训 您方又在打包论证 说它一定是负面的 可是我方刚才 已经跟你讲清楚了 第二遍问题 至少我还有一段 可以铭记的感情 这个东西 能不能抚慰我的不甘心 我方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铭记痛彻心扉 你看到的只有痛 跳出视角认为 诶 其实这段感情不错 怎么得来的 对 所以您方看到了 这段感情不错 它对我有不错的价值 这种有价值的感情经历 为什么要淡忘 如果你带入 非常伤心的情绪 你告诉我 你怎么看到它的积极面呢 所以您方看到了 我们要铭记痛彻心扉的感情 只是要看到 当中的积极面 那就是值得铭记啊 值得铭记 是不是这种积极面 不不不 今天我们说 只有抽离了 淡忘了这份痛的感觉 你才能够看到积极面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主体 不是要不要记得这个过往 不是这个经历 不是这个女朋友 而是这份痛的感觉 对方朋友不要一直偷换好不好 对方朋友 我刚刚讲的 都是分析这个痛的感觉啊 讲得很清楚 我说这个痛的感觉 这段经历 本身对我也是一种丰富 这是不是一个 对我本身的正向激励 您方回答一下 为什么痛是一种丰富 因为痛让我懂得以后 能够在写这种痛之后 共同前行 所以是一种丰富人生经历 您方要提炼这个价值 也要等到你情绪平复之后 我们刚输比赛 如果去复盘 肯定复盘不出任何价值 只有等了两天之后 情绪平复才能够得到 真正的价值嘛 对方朋友 我告诉你痛是怎么安放的 我痛 我觉得我很痛苦 我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我跟自己说 这份痛好歹让我有成长 这份痛好歹对我有经历 这是不是对不甘心 更好的弥补 谢谢 因为我们剩一秒 所以对方朋友 今天说痛苦一定不能带来好处 可是我今天从痛苦中分析 我们如何成长 我们都输过比赛 输比赛之后 我们也要反投回思 从里面拿到了什么东西 所以痛不能带来成长 这个论点 您也没有办法完成论证 感谢各位 再次感谢双方变手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 有请反方四遍 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在我方看呢 这场比赛对方的说法 稍微有点无聊 因为他方今天呢 完全的论证 就基于他方对于一个定义的归大 虽然他方用了很多渲染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开篇告诉我 所谓冥记呢 就是我们能走出痛彻心扉的感情 所以呢 就是走不出 淡忘呢 就是我们能走出痛彻心扉的感情 我方举出了一切的例子 我方可以认可啊 冥记有走不出的情况 但我方也举出了很多其他的冥记方法 诸如我们今天讲的丧葬仪式 诸如我们今天讲的回忆录 甚至包括今天我们类似于 就定期地震的时候 这种默哀的活动 我方认为这些转换冥记方法 建立新的连结 都是一种用冥记的方式 来走出的方式 对方朋友说 咬着牙说这些不是 这些都叫淡忘 那我紧接着 我方也举出了啊 淡忘也会产生其他的后果 这是因为我淡忘 当前所有的情绪 但是因为其他的情绪 会突然刺激到我 我发现我连淡忘都做不到 这种发现做不到的挫败感 伤上加伤 是不是也是宁方 会带来要规避的弊端呢 对方朋友说 不对 因为这不符合我方的定义 淡忘就是能走出来 我方觉得如果 停留在这一步的讨论 完全没有意义 那这个变体讨论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对于 痛彻心扉的感情 每个人走出来的方法呢 跟冥记和淡忘 都有一些关联 这个关联在于呢 他可能机会用一些 其他的形式来消解 来总结这一段感情 他可能也会跟之前的行为 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方觉得在这个战场上 就宁方今天通篇立论 这个定义的战场上 通常是个变体 对于变手的要求 我方今天想跟你讨论的东西是什么 是痛彻心扉的感情 这件事本身 到底有没有意义 到底有没有价值 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铭记 我方觉得这才是这个变体 要讨论的价值 而我方今天告诉你 这件事有没有意义呢 其实不一定 就像宁方举出的很多 比如说那个 我生活当中 我被一个渣男伤害了 我后一段感情 怎么办 这些经历真的对我有意义吗 不一定 那不一定的原因 不是痛彻心扉的这个问题 而是因为人生本来就不一定有意义 所以我们判断 什么有意义 什么无意义的时候 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 它一定存在什么意义 而是它值不值得 我们给它赋予意义 所以我方今天告诉你 痛彻心扉感情 应该被赋予意义的原因 就是今天宁方讲的 不甘心啊 痛彻心扉感情 最大问题是痛吗 不 但凡能选择铭记和遗忘的人 他至少在痛的那个当下 他都能承受 那更大的伤害是什么 是不甘心 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投入了最后这么多 最后我什么回报都没有 我感受到不甘心 我无法安放 婴儿疼痛 凝方今天的方法就是一个 只有世界观 没有方法论的方式 告诉我我像佛陀一样 看开一切就可以 但我作为一个平凡人 作为一个任何时候 那种平凡人 对我来说唯一能看开 数据的方式就是 即便分手 即便承受伤害 我可以体面地度过这一段感情 我可以告诉自己 这些经历 对我来说都是必要 在我给他赋予值得铭记的意义之后 我才能够更好放下这些不甘心 而在这个视角下 我们发现 痛彻心扉的感情 有没有可以提炼出意义的部分呢 有啊 我的情感体验 我的生命历程 在我自己看到自己的人生的高峰和波谷 我认识到自己会被什么东西所伤 我认识到自己爱什么东西 这一系列基于此 基于我需要意义的视角下看到的东西 为什么都不能成为意义 所以我帮今天告诉你 痛彻心扉的感情 本身应当被铭记 它最大的意义就是 它本身值得铭记 我需要它来完成 最后解决一下 您方讲的就是群体的团结 您方也举了很多的攻击 在不同群体之间 它确实无法促进团结 但是我们需要群体 但就像您方说的 民族主义高涨是不是一件坏事 它有可能是 但不妨碍我们需要民族的存在 我们需要团体的存在 而未来的事情和现实的利弊 可以衡量我们不做出过激的行为 而过去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 过去的痛苦 过去的共同的情感经历 将我们团结在一起 所以我刚刚今天来到这里 告诉大家 面对痛彻心扉的感情 我们最需要的是坚强 通过铭记的方式 看到苦难本身都是我的成长 让自己坚强 通过跟其他团结的方式 让世界帮你坚强 谢谢大家 感谢反方辩手 有请正方四辩 请 谢谢主义高 今天双方立场主要的差别 就在于他方不承认他方会沉浸在 伤痛的负面情绪当中 可是对方的反驳是什么 我方今天告诉各位 铭记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情 你必然要投入真理其境的场景当中 进而延伸出那种感受的体验 对方说不 有一种铭记的方法可以让我走出来 那个方法叫做我创建新的联系 可是对方便有 你所谓的创建新的连结是什么 祭典 把前女友的照片撕掉 这一些你所谓新的连结的本质是什么 在做告别 如果今天你创建新的连结的本质 在做告别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告诉自己 今天这个事件 我跟他丢掉旧的连结 创造新的连结 而这个连结的本质叫做 告别的时候 就代表我在暗示自己 要忘掉它 要放下它 所以宁方才可以达到宁方要的开怀 宁方才可以达到你要的豁达 因为你新的连结的本质 就是淡忘于为基础的本质 这是我方认为 今天宁方其实没有在论证宁方铭记 可以带来 带你走出来的根本原因 再来往下讲 今天痛这种感觉 对方便有把它轻描淡写形容得很简单 可是痛这种感觉真的这么简单吗 痛这种感觉是极端的反噬情绪 它会让你感觉到仇恨 让你感觉到背叛 它会不可控 所以当我们说 今天当我们铭记一份痛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失去理智 我们没有办法客观的判断 所以今天宁方所谓的所有教训 在痛的这种基础上 根本没有办法得出来 今天我面对背叛的伤痛的时候 我得出的教训是什么 我恨这个人 这个人跟我势不两立 这就是我唯一能得到的教训 可是什么时候我才可以正式的看到他 跟他微笑 就是当我逐渐把这种背叛的痛感抽离的时候 我看到他才不会觉得他面目可憎 所以今天教训这种东西 要抽离主观的感受 我们才能更客观的判断 但这也不是重点 往下讲 今天对方比我分两块 第一块是历史的事件 我们要不要记得 我方告诉你 要记得 可是我们尽量的要把主观的情绪抽离 因为当我们看到很多悲痛的历史事件 我们放太多主观情绪 我们容易插枪走火 为什么很多记录片 历史记录片会成为镜片 因为我们怕 我们怕很多人看了之后 身陷其中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情绪 导致很多冲突的产生 所以今天马来西亚513事件 描述的是种族之间的矛盾 所以今天我们不会那么深入的 去重新反噬这个历史事件 因为我们反噬了之后 我们会开始看到对方 我们会有仇恨的情绪 我相信我觉得以前你这么对我 为什么现在我要开心的对你 所以今天我们要尽量的把情绪抽离 我们才可以把历史当作教训 这是第一点 再往下讲 个人情感方面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 谨记痛的感觉 因为痛的感觉 会开启一种 以否定作为选择的模式 什么叫以否定作为选择的模式 我以前被一个人伤害过 那个人总是甜言蜜语 我就会标签甜言蜜语为渣男 所以下一次我遇到吴彦祖 他跟我说甜言蜜语的时候 我就讲吴彦祖你就是个渣男 看到没有 同样的道理 你受的伤害越多 你越名记越多的标签 你在限缩你的可能性 你在跟你的缘分说不 你在跟你的机会说不 所以今天你要放开那些痛 你要拔掉那些标签 你要相信你未来可以遇到对的人的时候 你的人生才可以得到积极正面的影响 你才可以迈向一个积极光明的未来 所以今天往下讲 对方就问我们 我们的立场当中 是不是觉得痛没有价值 不 我们觉得立场痛有价值 照您方说的痛的价值 也是要我们自己去赋予的 所以今天在赋予痛的价值的时候 你我之间的差别是在于 你认为紧记痛可以赋予加值 我方认为感受痛才能赋予加值 今天我受伤了 我是一个忧郁的王子 有一丝丝的美丽 可是我紧记那一份伤害 我就会变成得忧郁症的王子 遭受别人抗拒 所以看到吗 痛这种东西它就像风一样吹过 你觉得凉 感受到了 你就让它过去 不要让它遗留在你的人生 帮你做各种各样的决定 不要让它塑造你自己的人格 痛这种东西 它只停留在感受 才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平衡 你紧记那一份痛 它会吞噬所有正向的情绪 它会让你的选择变得偏激 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各位 这个世界很残酷 有很多的痛 有很多的挫折 所以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什么 我们相信可以遇到更好的未来 我们相信可以遇到更对的人 可是这份相信从哪里来 从不质疑而来 所以不质疑要怎么做 你就要忘记那些 会让你去质疑未来 没好可能性的那一些回忆 那一些回忆就叫做痛 你唯有忘记了那些痛 你才可以打开心胸 去相信它是对的人 谢谢各位 感谢正方便手的总结陈词 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有请评审填写并上交第一轮印象票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我将公布第一轮印象票的投票结果 彭飞宇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刘晶晶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刘洋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3比0 正方暂时领先 现在有请双方便手退席 有请各位评审一部台上 就坐于所投印象票的一方 有请 现在有请各位评委给出所投印象票的原因 首先有请刘洋先生 我真的很想再想一会儿 好吧那我先说吧 这个比赛是这样的 就是我从我的记录单上面 就记到的双方打出来的点 以及这些点上我会稍微倾向于哪一方 单从这个来看我觉得好接近啊 但是最后其实我印象票投出来还投得蛮快的 以及从目前上看似乎 三位评审在印象这个环节 也觉得正方 意见也比较一致 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 后面我会专门放到一个地方来说 还是先从交代自己的判准来说 交代自己判准 我觉得 这场比赛在我认知当中 双方的几个核心的交锋点 大概有这样一些 第一 是关于建立连结的这个说法 到底应该算是淡忘 还是算铭记 第二 关于安放这个说法 到底应该算是淡忘 还是算铭记 第三 我们有那么多的祭祀的纪念的仪式 到底是在干什么 第四就是痛到底有什么意义 大概是有这样几个啊 好 主意来看 首先是关于建立连结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最初是由 反方在定义的时候提出来 他告诉我们说 铭记是叫做尝试建立新的连结 我觉得这个说法确实很新颖 很新颖 让我特别有就是 希望双方能够继续围绕这个说法 打下去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也果然打下去了 那打下去之后 双方的说法大概是这样 正方是说 你跟过去的这个东西 建立了新的连结 其实你本质上是在往旺的那个方向跑 因为其实你是丢掉了一个旧的 换上来一个新的 这个整个给我的观感 像是旺 但是反方的讲法 它不是 它是说 这个东西 过去发生的这段感情 这个事情 在那儿就在那儿了 我怎么使用它呢 只要我是在使用它 那我就仍然是在铭记 所以说嘛 我为了让它能够发挥出作用来 建立一个新的连接 替代掉原来旧的那个 用不了的 或者会给我带来负面的影响的那个连结 这个叫铭记 好 两个说法 我虽然说 心正比较倾向于说 这个感觉更像旺一点 但我觉得这一点上 我可以认为双方是打平的 好 再往下 安放 在安放上 这个表达就更有意思了 正方的意思是说 你安放嘛 打个包 放那儿 人走了 这不就旺了吗 但是反方说法不是 它说是 打个包 放那儿 走的时候呢 带着走 它一直跟着我 没有旺啊 这个点上 坦白说 我的心正 我也比较觉得安放是更像是旺 因为你背着它到处走 这个 这个叫放吗 你把它放在身上 这 嗯 但我仍然可以认为 关于安放的这个解释 双方能打平 我仍然认为能打平 好 再往下 仪式是为了什么 仪式是为了什么 反方的意思是说 你看 仪式 仪式 是不是定期在做呀 每年祭祀一次 对不对 如果你是想旺的话 你干嘛每年祭祀一次呢 正方说法是 你如果想祭的话 你干嘛不天天来 这两个说法 嗯 我也都可以接受 就我觉得这两个说法 在你们双方的就是 的各自的阐述能力下 也都 也都make sense 都挺有意思 都挺有意思的 呃 所以这个点上 我仍然可以认为 你们打平了 好 再往下一个点 是Tom的意义 Tom的意义 这个点上 可能是我觉得 我稍微会倾向于 正方的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关于Tom的意义 这件事情 我讲一下双方最后 关于Tom的意义 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啊 正方 关于Tom的意义 它是这样来解读的 就是 Tom的这种感觉 会给你造成一种 否定的认知模式 会限缩你的可能 那么我们怎么对待它呢 你看 题目不是说了吗 痛彻心扉的感情 是记还是忘 好 忘记痛彻心扉的感情 但是 是 你可以记着 就是 可以记事而忘情 大概是这样的说法 这样不就 把情的这个伤害 拿掉了吗 并且他也举出 你看 人怎么可能完全失忆呢 我过往的一段感情经历 我难道会有一天 连我前女友叫什么名字 都记不得吗 说到这么久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了 不过 我从客观的角度来讲 确实有可能到某一天 就是 你在上一段感情中的 有些事你可能都不记得了 你只是不可能 彻底忘得一干二净 就当这个人完全没有出现过 这个完全失忆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可能 但好 你整个的说法这样下来 Tom带来否定 我们记事不记情 可以继续往前走 整个的这个 我觉得讲的比较圆了 而反方 关于Tom可以带来什么 我们从他的立论出发 其实 反方讲的是说 安放痛苦 建立新连结 然后呢 我们赋予痛苦新的价值 但是整个听下来 会让我感觉啊 你其实好像不是在赋予痛苦新的价值 你好像是在赋予那个事情新的价值 为什么呢 这可能是跟你第一点和第二点的表述方式略有一些关系 你看你在第一点说 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些仪式 那些仪式 让我们建立新的连结 来重新对待过往发生的那些事情 这个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啊 就是我建立新的连结 有点像是说 这个事情我在用它的时候 不要再受那个痛的影响 你总是会给我这感觉 虽然说你把它描述成说 赋予痛新的意义 但是 你所举的那些例子 给我的感觉 却像是你不是在赋予痛新的意义 而像是在赋予那段过往新的意义 所以 这就会造成你这两个点 在说服我的时候 在互相的彼此削弱 所以 那 反方还剩下什么呢 它剩下的一个点是 叫关于痛 能够带来我们这个群体的连结 我们形成个想象的共同体 带来团结 如果这个点能站住了 可能我会更加的犹疑 但是这个点 其实我觉得 反方也跟你持平 因为反方说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铭记的痛 并且 这个痛是由于 我们一个大群体当中的 两小部分人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你记得这个痛 有可能带来撕裂 这个点它不需要打赢你 它只要能够打平你 你这个点上就没有优势了 所以 总的来看我会觉得 这场比赛的交锋点打了还蛮多 关于连接 关于安放 我少说了一个 sorry 少说了一个 关于二次伤害 二次伤害 那个点我觉得 反方是有占到优势的 这个占到优势原因 我觉得是正方 不知道是你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你没有理解到反方的意思 反方的意思是说 当你尝试去淡忘这段感情的时候 你可能因为忘不了 带来二次伤害 正方的回答只是说到 没有做到 这不怪我 但不是啊 但不是啊 这道题目不是谈说 我淡忘做到了 和铭记做到了 会怎么样 他是说 当你开启淡忘这个动作 和开启铭记这个动作 这两个来比较 那当然你要承担说 开启淡忘这个动作之后 忘不了所带来的麻烦 这个我觉得你是要承担的 只不过我觉得 虽然这个点上 你出现了一些劣势 但我觉得二次伤害这个点 对于整个的这个比赛 对于整个的这个战局的影响 我感觉 没有TOM的意义 这个影响来得更大 因为毕竟这道题目的核心是 我们怎么看待一个 TOM撤心扉的感情嘛 所以因为我觉得 关于TOM的意义的阐释 你经过交锋之后 留下来的故事 在我听起来更完整一些 而反方可能恰好是受制于 你有两个点 关于TOM的阐释之间 稍微有一些互相的削弱和掣 所以影响你的说服力 所以说我现在 是倾向于正方这一边的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刘洋先生 下面有请彭飞宇先生 有请 这场还是比上午的好一些 然后 是这样 我觉得 但是 的确最后 我判准来觉得 哪一方投影像票 也并不是谁把谁打得很透了 我只能还是说 双方会有争夺 但是最后还是有一些点 在最后场上的情况 是落在了谁那里 没有继续被 进一步推进和争夺了 然后这样看下来的话 其实正方的得力 会稍多一点 但其实这个得力很微弱 是因为我觉得正方有可能 占到便宜的点 他也没有打得很强 但是的确有提到 几个主要的争议点 第一个 关于这个 刚才 这个刘洋老师说的 这个东西打包了以后 安放这个怎么回事 是带着走还是放下 我觉得 双方争执以后 最后我记得 落在了这个 正方这边 他说 那你如果要开启那新的感情 是带着各自对前女友的 前男友的这种 背负着 还是说放下 你们往前走呢 我感觉最后的印象是 到了这里 这个例子没有更多的推进了 所以给人的 留下来的印象 的确是好像 在感情 至少在爱情这个世界里 的确是应该放下以前的 往前走 那这种打包以后的放下 可能更偏向于淡忘 那第二部分呢 是有这样一个 就是我一直觉得 反方的理论啊 它其实翻译出来 甚至他有时候自己也说到这种感觉 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 重新建立连结呢 首先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建立连结这个提法非常好 听完理论的时候 我对反方 我觉得这个理论非常好 理论给的分的确是反方高 这个论很好 但是后来的描述的感觉是这样的 大家体会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建立新的连结呢 因为你想忘 可是你其实也很难做到 你忘不掉 不如咱们给它 重新认识一下 搞一个新的连结 算了 就是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真能忘了 其实忘了也挺好 但是往往你忘不掉 你去个咖啡厅想起来它 你吃个什么东西想起来它 所以啊 不如咱们 反正忘不掉嘛 甩不掉 不如我们学会和它相处 对吧 和它共处 然后怎么样去看到 就是说得通的 好吧 虽然是有一点特律 有意思的感觉 但是OK说得通 不如我们学会与它共处 但这个问题在 后面的有一个环节 被反方提出来了 我觉得 虽然只是一句话 但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他说 你去到那个咖啡厅的时候 你会感到痛 是因为你没放下 真的淡忘了 你去了那个咖啡厅 是你不会感到痛的 所以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因为正方的一直在说 感情的抽离嘛 如果你抽离了感情 那咖啡厅就是咖啡厅而已 你没有抽离感情才会说 咖啡厅变成了你的 这个 想起了前任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就变成了 你到底是因为 铭记了 会让你想起 还是因为 反正你总会想起 所以不如我们铭记 是这个问题 反方其实在说的是 由于你的生活中 你想斩断 所有的这个淡忘 你是做不到的 总有一些东西 你斩不断 不小心就提醒了你 所以你不如 换一种方法 他把铭记变成了 我先记住 然后再处理嘛 换成另外一种方法嘛 但在正方 刚才的这一层攻击下 其实是可以 从这个地方来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真的淡忘了 就根本不会有你说的 那个总会想起 哪里哪里 老会提起 忘不掉 所以一旦陷入这样的一个纠缠 我会觉得 反方的这样一个点 没有占到便宜了 而反方接下来 没有对这一个点 再进一步推进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点 在场上是落在了正方 然后包括 还有一个点是复盘 关于复盘的这个东西 正方提出来的 也是说很多东西 你不要 比如说输比赛啊 我打完比赛说到 我不应该去把它忘掉 那样我一无所获 什么都得不到 应该去复盘去成长 怎么怎么样 是说得通的 但是最后我觉得 落在正方 是正方说了一句 他说哪怕你在复盘的时候 也应该要抽离感情 你不应该是带着那种 当时输比赛的情绪去复盘 我觉得首先 这个是我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在这之后 对于这件事情 复盘的这件事情 反方也没有进一步的回应了 因为的确如果复盘的话 对事不带入感情 其实是对的 因为正方 这个回应正方也是自洽的 因为他一直在说抽离感情 如果复盘的时候 你带着一个感情去复盘 其实是像戴着有色眼镜去复盘 你越复盘就会越生气 越复盘会越难受 总越觉得憋虚 越委屈 而憋虚委屈这个点 是正方这边说的 所谓的不干呀什么的 而这个点 反方没有继续接过去了 那我觉得 这个点落在了正方 那其他还有几个 我想要提出来的 就是回到最开头 我刚听完双方的理论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后来 整场没有暴露出来 或者没有人去追究 就是双方对于 痛彻心扉的感情 是一种什么样的事情的界定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聊的根本不是一类事 但是后面打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我不知道总结对不对 我感觉是正方的 痛彻心扉的感情 为什么应该淡忘呢 因为痛彻心扉的感情 正方看来 他的痛彻心扉的感情 往往都是我的错 所以我会自责我会悔恨 什么 我开车不小心 副驾驶上的女友 离我而去了 我当时怎么没有赶回家 看父母最后一眼 所以我错过了 你看正方的理论里描述的 所有这些事情 都是我的错 而反方呢 他们举的所有 痛彻心扉的感情 都是别的错 大地震了 不怪我咯 我没有办法 那我记住一下 我的先生因为年纪到了 吸去了 不怪我 这是生老病死啊 所以我纪念他 这是两种情景 而双方如果 把这两种情景展开来说 谁在对方的情境里 其实都会蛮奇怪的 其实你想一想吧 反方说的这种冥记 你换在这种别的错的事情上 觉得都蛮对的呀 我的先生去世了 我写书纪念他 很对呀 可是那是因为不是你的错 你想一想 比如说 这个诸葛亮把王朗骂死了 王朗的家人写一本书 纪念诸葛亮君 复盘一下这件事情 很奇怪 这是个什么样的居心呢 他这个书 会写成什么样子 很奇怪 所以其实今天一开始 双方的例子就不一样 但到后来 反正也没有人去指出这一点 大家后来讨论例子 也就趋同了 我只是觉得 这个没有去展开 那好 再往下说 我会觉得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 刚刚说的二次伤害这个问题 对吧 由于 忘不掉 这个地方我觉得是 双方没有打透的地方 不是说谁的错 是没有打透的地方 其实 这一点上 反方 指出来的这一点 二次伤害就是你 你很难做到真正的淡忘 你很难做到真正的放下 在节变的时候说了 你要真正做到 那只有真正的佛陀 才可以真的放下 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要做的 应该是赋予它更 赋予它一个意义 这样比起我一无所获 那我在这个事情中 有所意义 其实对普通人来说更好 但其实这一点 双方其实应该是对等的 放下 像佛陀一样放下 的确很难 可是把一件 让你受伤的事 硬要去赋予它 一个正面的意义 其实也很难 但这个是 的确是正方没有提到的 很难 你非常恨一个人 在一件事情 你觉得真的就是他的错 也许你们举的例子 都是别人的错 我是我的错 然后你非要把这个事 变成一个正向的意义 好难的 明明就是你开车不小心 害你副驾驶 让女朋友死了 现在你要赋予这件事 一个正向的意义 好难的 佛陀都做不到 我觉得 还不如忘记简单一点 所以 这个点没有展开 其实这一点 双方也是都可以展开的 好 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谢谢 感谢彭飞宇先生 下面有请刘晶晶先生 有请 好 跟刘洋一起评了这么多场比赛 这次终于没有听到她说 她的脑回路很奇怪 而且这样比赛打得很精彩 瞬间让我有点怀疑 跟她坐在一起 是不是我的脑回路也变奇怪了 OK 因为刚才两个评审 其实已经把他们的判准交代的 我觉得比较清楚了 我跟他们大同小异 我会把我的这个 凭胜负票的理由 融在给双方的建议里来讲 因为我们三个都坐在正方 那我先给反方提建议好了 第一个 我也都认同 不管是连接还是安放 这个点很妙 但它的妙 更多的是你一个人独白的时候 它很妙 但当跟对方发生雨衣冲突的时候 它的妙处就特别容易被压制 你看你们选的词 安放 安静地放在某处 安详地供奉于某处 它这里面的意思太静态 太容易被正方拉着走 对 安放在当下 我们走向未来 这个我会觉得在整个比赛现场 让正方接得太顺手 你看我们形容某些 会让我们大家铭记 不敢放松 不敢忘记的词 什么 悬挂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箭 你看第一是箭 第二是悬在头上 在高处 而且有紧张感 一般往往在这种语意的时候 会让我们产生那种铭记的感觉 但我会觉得 这种选择很微妙 因为反方有可能是 我既想让它有铭记 我又不想让它变得那么激烈 才能走出这段伤痛 所以你们用了安放两个字 但这两个字的选择 真的有利有弊 这是语言本身使用的一层 第二层是 单语意之外 也许当反方看到正方 很容易把它借花献佛带着走 反方提出了一些场景 想体现你们这种安放 比如说丧葬 葬礼每年去扫墓 这点我给双方提供一视角 我不知道大家参加过多少回 这个葬礼和扫墓的仪式 我自己观察到的 包括我听其他人讲的 中国人的很多葬礼仪式 是很古怪的 我自己的观察很古怪 你说古怪到什么程度 今天上午我可能去某个地方 把骨灰安放好 安放好了之后 这家人一起出去大吃一顿 喝酒吃肉 畅怀很开心 刚才还痛哭流涕的很多人 吃饭的时候笑得很开心 你会说他们狼心狗肺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整个丧葬的过程当中 集中了我们所有人的精力 心血 情感 在那一瞬间凝结在那里 完成这个仪式之后 仍有一种瞬间的放松 那你说这个过程 究竟是铭记多一点 还是遗忘多一点 我觉得在这点上 双方其实有蛮多 可以去争议和更深层的探讨的部分 但这一部分 反方只是提出 我们可以有一种仪式来做 正方马上根据他们 每年一次纪念日 那你说剩下那些天 我并没有一直在纪念 所以似乎从时间的量上 正方得出了一个很简单粗暴的推导 那这个推导完了之后 反方后续还有什么继续的跟进吗 我没有太听到 反方怎么在通过这种丧葬仪式呈现 你们安放这个论点上 有更深入的阐述和推进 这好像正方用了一种很简单粗暴的理由 就把它拿下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个论点上 我的确会认为 反方选择的语境和你们选择的例子 有点吃亏 在这吃亏的点被正方拿到 所以给反方的建议就是 也许安放这两个字要选择 如果你们正想打丧葬 我觉得你们需要对丧葬也罢 还是周年纪念日也罢 它究竟让我们铭记的是什么 我会觉得反方应该有更清晰的 可以在短兵相接的回合 有更鲜明的能够跟对方对抗打法呈现出来 我觉得会更好 那这是给反方的第一个建议 给反方的第二个建议 其实跟刚才蜚语讲得很像 就是大家也注意到 今天整场比赛里面 正方用他们的那个铭记 容易导致怨天尤人 把一切的罪责都归注于自己身上 然后我们就很容易自怨自意 卷入到负面情绪当中 不能自拔等等等等 但其实这个说法古怪的 为什么 社会心理学有个定律 我们人都很容易叫自我认同一致性 每个人都想认同我们自己 每个人是很棒的 那我们容易给现实做一些曲解 这个曲解往往什么 这个事情越好 我越容易把它归功于我自己 我们这场我们四个人 打辩论打得很好 为什么呢 一定是我发挥得很出色 但当这个事件结果不太好的时候 我们人类的本能会驱使我们 把罪责归作于他人 对 我们今天四个一起打比赛 输了 嗯 诶 对 没没没 主办方有问题 评委请的不好 然后才是评委的问题 最后 然后是对方耍流氓做定义 不地道 然后我方队友居然没有跟上我的思路 最无辜的一定就是自己 越痛彻心扉 越容易这样想 你说人有没有例外 有真的有很有反思精神的是例外 但如果你诉诸于 越普通的人的这样的心理规律的话 如果你相信 在大规模研究结果之下的一种普遍规律 那我会觉得这一点 反方是可以很针对性的问正方 你们这个负面情绪怨天忧人是真的吗 对 不一定 所以如果能够把这点真正深入下去的话 反倒能把语境摆回到反方那一边 对 摆回到反方那边 太痛彻心扉了 有的时候 我们反而容易让他突然 诶 对 归罪于其他人 忘记自己在这段痛彻心扉的感情当中 自己做错了哪些事 而我们的铭记 恰恰是提醒自己 在面对一段新的感情 或者以后类似情景当中的时候 不要重蹈覆辙 这才能连上 反方最后所讲的 你们自己的那个 我要赋予这段感情 和这段经历 一个价值的这个讲法 我觉得他才能真正衔接起来 但因为在这个战场上 正方自己 那个怨天忧人 他们自己讲的太顺 又没有得到反方很准利的挑战 所以在这点上 我也确实认为反方略吃一点亏 OK 这是给反方的第二个建议 然后给正方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刚才也有评委提到 就是关于二次伤害 我觉得这本质上来讲 其实反方提出了 给正方提出的问题是 选择遗忘 遗忘究竟是不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对吧 我觉得刚才正方的处理 太过于简单粗暴 就你直接站起来讲 我们今天变题竟然是要讨论 一定遗忘是可行的 我们才来讨论 不是啦 因为选择 它只是一个你主观上 你想走那条路 但是的确按反方所讲 有很大的程度上 我们容易触景生情 所以我会觉得 刚才的处理方法上 因为正方太过于粗暴 但反方呢 对正方的这种粗暴的 你说反方有没有质疑 有一定的质疑 对 有一定的质疑 我也认同刚才两位评委 似乎都有共识 这个点 正方处理的不好 但它不是一个 有决定性意义的大点 所以我也 这也是影响 我投印象票给正方的原因 那我想问就是正方 这个点好不好回 或能不能回 对 其实很简单啦 两条路 第一条路 我们人类开发出了很多 可以遗忘某些感情 或遗忘某些经历的方法 最简单的就是 我找个其他的事情 分散注意力 你感情受挫了 你去忙事业 你去找新一段感情 实在不行 你打辩论都可以 都能让你在繁忙之中 忘记某一段感情 有没有可能 进一步促景生情 有 我投注到新的那段感情当中 越用心越用力 注意力越集中 我就越不容易触景伤心 这第一种可能 我觉得他不是做不到的 只是看正方 有没有那个诚意愿意做 这诚意不太足 第二种有一个很 有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铭记 有没有可能想记记不住 也造成二次伤害 有了 时间能治愈一切 好多人都听过啊 很心灵鸡汤 为什么时间能治愈一切 时间够久很 因为东西 你不想忘 都不得不忘 这也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机制 因为人的大脑的容量始终有限 甚至有时候 当你岁数到了 有些事情 真的控制不了 不由你自己分说 就会遗忘 但 遗忘在这点有个好处 如果你连有些事情 你应该铭记 连这段话 你都忘掉的话 忘掉更是一种自我保护 对 你甚至连记忆的重要性 都把它遗忘了 这是最彻底的自我保护 所以我觉得 你要问正方 有没有办法很妥善的 相对来讲 很有诚意的去回应 这个关于二次伤害 或者遗忘可行性的点 我觉得是有的 只不过也有可能正方太聚焦于你们自己的进攻 所以导致你们没有去 好好地花时间回应这个点 虽然它不影响比赛大规模的胜局 但我多多少少 这是给正方的期待是你们可以回应得更好 那这是给反方提出一点点建议 对 其他的建议 其实跟刚才剩下两位评委差不多了 供正反双方参考 谢谢大家 请问各位评委是否还需要补充发言 感谢各位评审的精彩点评 有请工作人员递上商讨票 有请三位评审填写第三轮商讨票 有请一步台下就坐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揭晓的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 他是来自正方代表队的三辩 陈洪耀同学 恭喜您 下面我将为大家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出赛F组第二场的最终结果 第二轮环节分数票 彭飞宇先生投给了正方 刘晶晶先生投给了正方 刘洋先生投给了正方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3比0 第三轮商讨票 彭飞宇先生投给了正方 刘晶晶先生投给了正方 刘洋先生投给了正方 第三轮投票的结果是3比0 加入第一轮印象票的最终结果 是正方9票比反方0票 让我们恭喜正方代表队 赢得本场比赛 同时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送给本场比赛的8位变手 感谢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场 精彩的比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στο